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系到辽宁新城舰载机训练基地正在修建的蒸汽弹射器和电子弹射器 外界据此推测即将出现的中国002件航母将采用弹射起飞 那么弹射版的歼15战机和即将出现的弹射版中国航母叫着怎样的意义呢 众所周知 不论是目前已经服役的辽宁舰还是正在建造中的中国国产首艘航母 其本质上都是在前苏联库茲尼佐夫级航母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产物 因此 他们也继承了该级航母的一些缺陷 由于采用了华越起飞设计 库茲尼佐夫级航母的甲板有三个起飞点 其中两个轻载起飞点 飞机从这里起飞只能挂载数量较少的弹药燃料 而真正可以让舰载机以近乎全挂载方式起飞的重载起飞点 则一直延伸到了甲板的后半段 因此 库茲尼佐夫级航母同一时间只能起飞一架挂载大量武器弹药的战机 且此时还不能同时有舰载机组舰 而美国的尼米兹级在极限时可以同时用四条弹射器 弹射全挂载的舰载机 一旦双方的航母展开对攻 其火力密度完全可以压制库茲尼佐夫级航母 事实上 这样的缺陷也与苏联的航母发展思路有关 在库茲尼佐夫之前 苏联海军曾提出过代号尾1153和160型的弹射型合同米航母 但后来因为受到主管军工的乌斯基诺夫元帅阻挠而被取消 而之后的库茲尼佐夫级航母也被叫做载机巡洋舰 苏军给其舰载机的任务就是防空 至于反舰任务则交给了航母上的P700超音速远程反舰导弹 因此弹射版航母和坚属战机的出现 实际上是中国航母摆脱俄式设计思路的体现 尽管在苏27K及如今的苏33战机之前 苏联也曾有过弹射版苏27战机的计划 但同样未能实现 因此弹射版坚属战机首飞利益无疑是化时代的 而一旦拥有了弹射型航母 中国航母的作战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改变 由于一般的航母至少会配备两条抬射器 这样可以确保一分钟内至少弹射两架战机升空作战 而每只航母则安装了四条 以此推算 未来中国航母将可实现30秒弹射一架尖15战机升空作战 拥有弹射器后 单艘航母的作战能力和出动能力会获得质的提升 在与每只航母对攻时将不再出现火力密度的劣势 参照美国小英级航母可搭载60架固定翼战机和18架直升机的载机能力 中国国产第二艘航空母舰的载机能力将可达到搭载70余架各型战机的水平 此外 如果未来022型航母列装弹射器 它还可以弹射固定翼预警机 这将大大提升航母的综合作战能力 特别是空中指挥电子对抗能力 作为国产第一代固定翼近载战机 歼15战机目前已经发展出了双座版正进行后续改进 加之于弹射版歼15战机出现 即使中国在未来的几年中开始研制新一代的隐形舰载战机 歼15战机仍将是未来20至30年中国舰载战机的主力 这样一来就涉及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即歼15战机的产量问题 目前歼15战机的产量严重不足 此前旧外媒体曾称其年产量不足两架 而国内媒体则分析 歼15战机的年产量可达12架 不过从目前辽宁舰的情况来看 该舰尚未达到库兹涅座夫妻航母24架 库底战机的搭载标准 因此歼15战机目前的产量是不足以应对中国几年内 至少三艘航母和一个正在机训练基地的需求的 弹射版歼15战机的出现 是否意味着歼15战机的成熟化与生产提速 目前尚不得而知 而未来中国航母是否会因为产能和成本问题 效仿美额经验 使用类似FA-18或米格29K一类的中轻型战机 替代或补充重型舰载战机 才是我们所值得关注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新浪军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